经文头条先来带您锁定 陈光诚今天在台湾的第一场公开行程 吸引了超过上百位中外媒体记者 关注陈光诚的台湾人权之旅 陈光诚在记者会上一一回答媒体的提问 同时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 陈光诚在记者会上说 他说中国的农村可以一夜醒来 遍地都是法轮功的传单 证明中共的打压已经失败 超过120位记者 40多家国外媒体 这是陈光诚到台湾的第一场国际记者会 陪同出席的包括纽约大学教授孔杰荣 多位台湾学者 与关心中国人权的立法委员 陈光诚说 此行的目的就是向台湾学习民主经验 同时提醒台湾各界认清中共政权 目前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变化 应该把跟中共当权者打交道 转移到和大陆的普通维权民众打交道上来 这样更有利于中国大陆早日走向民主 这样也正是反映了大陆的民意 而不仅仅是几个当权者的意思 陈光诚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共迫害法轮功 他以失败两个字来形容中共所发动的迫害 随后陈光诚前往中央广播电台 录制对大陆广播节目 同时在节目中强调短坡对于中国民众 获得自由讯息的重要性 呼吁台湾不要轻易弃手 这个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利器 在台湾第一天的行程满党 陈光诚接下来将展开为期半个月的人权之旅 新唐人演的电视 陈辉莫柳姿营 台湾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